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后面加子句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代换呢 第一组它讲到的是 比如说早点起床 以免你有可能会上班迟到 这个时候你要讲的以免或是唯恐 第一个用法你可以用 in case that 后面带出一个完整的子句 或者是你讲说以免唯恐 就是怕这件事情会发生嘛 你也可以变成for fear 而that后面带出一个完整的子句 那再来最特别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last这个字 last这个字呢 在这边是当作连接词 本身就翻成以免 或者是唯恐的意思 所以这三组同学 其实你就可以去想啊 你要早点起床 假使呢 不然就会发生后面这样子不好的事情了 以免唯恐 in case that 或是换成for fear that 或是last 当连接词 再加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代换 可以换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为什么要特别分开来讲 同学要注意一下语意 我们说呢 他早点起来 以免呢 他会上班迟到 或者是他提早了一个小时出发 以免他搭高铁会迟到 那都是不希望后面这件事情发生啊 所以来 这个so that呢 合在一起的时候啊 是翻成 那这个要特别小心啊 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他早点起床 他是唯恐迟到 所以你后面加的主词加动词呢 是讲他迟到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so that 你如果后面加他迟到会变这样哦 他早点起床 是为了他要迟到 这就不对了啊 所以依照语气的问题要记得 so that 他带出来的时候 后面要加的一定是否定啊 来拿出你的红笔 帮我把这个not圈起来 如果你是用so that的话 他要带换的时候 后面要变成否定 后面要变成否定 所以 他早点起床 唯恐他会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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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了就要变成 为了他 不要迟到 所以一定要记得 这边笔记的部分 再次帮同学强调一次哦 这一组后面呢 都是加 字句的用法 有主词 有动词 但要注意 so that后面加的是 否定句 ok 剧情了解之后呢 同学别紧张 听起来好像觉得 好像不是很熟悉 我们要来做练习题 最重要的是 题目一定要会写了 所以每次看到翻译 先把主持动词猜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句型要怎么样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 他说 记得再三确认呢 是否你有锁门 以免小偷破门而入 同学又看到 这个关键了 以免 唯恐 小偷破门而入 所以前面这个句子 记得要再三确认 是否你有锁门 然后再把以免 这个句型放进来 我们刚刚有学了 in case that for fear that 对不对 那或者是你用 last这个连接词 加上一个句子 或者是最后一个 so that 他如果是为了 应该是说 你要再三确认 你是否有锁门 为了小偷 不会破门而入 所以语气上面 要特别小心 不然写错了 少一个not 语意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我们先针对 这个句型来翻译了 记得要去做什么事情 记得再去确认 确认这个字叫做check 可是这边有加一个 再三确认 再三确认在英文当中 叫做double check 两次就好了 所以英文跟中文 还是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怎么写 make sure to double check 记得 务必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to double check 去 double check 什么事情呢 if you lock the door 是否你有锁门了 or not 加进来 if you lock the door or not 好 这边要加上 以免的意思了 in case that burglars might break into the house 就是以免这个小偷啊 业贼啊 他可能会闯入你家 break into 很好判断了 break之打破 into就是进入 就表示闯入你家的意思了 好 所以这个句子很简单 把前面的子句写完之后呢 后面的子句也写完了 中间要表达 以免就用in case that 这个字带进来就可以了 好 同学 我们刚刚在代换剧情当中呢 的so that的用法 假设你这边的in case that 你如果要变成so that的话 要记得哦 他变成so that叫做为了 所以应该是要为了 小偷不会破门而入 所以如果你用so that 记得你的might 后面要记得加上一个字 叫做not 好 所以这个要留意一下 代换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再来练习一个句子吧 这个退休的工程师啊 尽情玩乐 而且享用各种异国食物 唯恐无法充分享受 剩下的人生 退休之后感觉人生非常美妙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退休绝对不是 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事情 睡饱了起来 就只要呼吸 呼吸 吃东西 睡觉 呼吸 吃东西 睡觉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 因为其实老师的舅舅呢 他本身是一个军人 那他退休之后呢 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的忙碌 他觉得他这样人生很充实 但他也说 有非常多退休的军人呢 他都是无所事事 没有目标 他没有做研究调查 平均这种退休的人哦 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的话 平均退休之后十年内 就会跟他的美好人生 say goodbye 所以他要好好享受一下 他的人生嘛 对不对 退休的工程师是我的主词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尽情地玩乐 而且享用各国的一国食物 好来 这边前半部的部分写完之后 这里面的句子 有非常多重要的动词 来看 The retired engineer live it up 叫做 尽情玩乐 就是把你的人生 活到极致的意思 叫做 lived it up And relish all kinds of exotic food 来 relish这个字呢 他这个动词 通常常常用在 享受一些美食 或者是享用美食的意思 可以用relish这个字 所以 The retired engineer lived it up And relish all kinds of exotic food 这边前半部写完了 唯恐什么事呢 For fear that 怕他没有办法 For fear that加上此句 He couldn't enjoy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the fullest 他没有办法 享受他剩下的人生 好来重点来咯 充分享受 你就在他最后面 加上一个 to the fullest 把他活到最满的状况下 就是充分享受的意思了 OK 所以这边 一样出现 for fear that 他已经原本就是否定了 他已经原本就是否定了 所以如果你把他这个 for fear that 换成了 so that 的话 一样翻成为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要怎样 充分享受 剩下的人生 也就是他要跟 前面的句子 是要相反的 他这边是用否定 如果你换成so that 后面就是要加肯定 所以应该要变成 so that he could enjoy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the fullest 所以这两个句型代换 同学 一定要多加练习 尤其是语意的部分 写了一个not 跟没有写not 就完全不一样 好 这边老师呢 帮你做一个补充了 就是relish这个字 relish 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讲 享用美食 几乌动词 那里面还有一个字 叫做 異国美食 異国食物 像是意大利菜 泰国菜 这些 都是称为 異国的料理 異国的食物 有異国风味的 exotic exotic 同学其实可以看到 ex这个字首 尤其是e这个字首 本身就是向外的意思 表示说在 其他国家的地方 的食物了 有異国风味的 或是看起来 很奇异的 那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吃过一些 很特别 很奇异的食物呢 比如说烤蟑螂啊 或者是颅海星啊 这些 好像都有出现在一些国家 一些很特别的食物 或者是一个cheese呢 它里面其实有放 非常非常多的 的那个 苍蝇的小宝宝 就是蛆 它把蛆放在这个cheese里面呢 希望可以增加 它的那个风味 这些食物也是都还蛮奇怪的 所以它可能觉得 好好享受一下 充满人生不同的经验了 OK 好 这个是以免加上子句 的这个用法了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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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的 我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